大家好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1這個6月3號早上10點鐘 那大家都知道 應該是很多人都知道 這一次打這個 域外威脅小王 他是可以不斷的重來 打最終Boss的話 重來的話還是會扣體力 那這個重來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原本是打這個Boss他需要耗一個咒音 那但是如果說你重來的話 不需要耗咒音 所以說你可以注意王的血量 還有你打的這一次的這個流暢度 看看說是不是需要重來喔 譬如說這個樣子 他需要花一個綜藝嘛對不對 那我們按開始 如果說你覺得說打一打覺得 怎麼突然這個 好像那個節奏感不是很順喔 或是有人突然死掉的話 你可以重來 這是可以無限重來的 愛重來幾次就重來幾次 那但是呢如果說是打那個 Boss的話 就是那個譬如說第一隻Boss 第一隻Boss冰魔 第二隻Boss雷神王 然後第三隻Boss這個 阿德拉克斯 那這些Boss的話就沒有辦法重來 因為這個重來的話 他就是會扣掉那個基本的體力這樣子 好那所以說這個 我們就可以說 看看說打的這一次流暢度怎麼樣 然後有沒有人就是突然死掉啊這樣子的 譬如說這樣子的話 我會看一下說這個盧克雷帝爾 有沒有提前掛掉 因為盧克雷帝爾我現在已經裝到滿了 這個4之3然後還有這個 符文喔 但是有時候他會突然 掛掉 好譬如說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開始這樣子 看看盧克雷帝爾有沒有太早掛掉 還活著嗎 還活著嗎 還活著喔 然後還可以一直開大 好所以大概就這個樣子 如果說這個 我發現我的盧克雷帝爾太早掛掉的話 那我就會重來這樣子 好那影片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感谢观看